生成式AI的诞生令到全球的电脑行业生态颠覆性改变 如果你没有法子掌握到高算力 生成式演算法和大数据这些新兴的AI技术 会不会像当年乐机那样 被历史红楼掩抹呢 要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就要搞清楚 什么是AI AI人工智能国家各派有不同自己的定义 但是起码你的电脑要做到懂得和你沟通学习 能够实现语言语义的理解分析 然后懂得决策执行 说出来是容易的 你要电脑做到这样很难的 要控制电脑必须懂得沟通 要沟通就需要用语言或者文字 但是语言和文字 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好像一句说话 但是不同的语气意思就完全是相反的了 英文是语言文字 同样是一辆车 每个字都不同 完全没有关联的 三十几万个字 尊有名词 成几百万个字 你不要说理解 只要你定义每个字的分类 和关联 你都死了 所以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提高算力 这个就是用英文来做AI的先天性障碍 直到前几年芯片的算力大幅度提升 终于不用用人手了 只需要把数据大量地放在电脑上 由得电脑自己用数学统计学模型演算出来 答案准不准不要紧 要花多些钱再买多几百部机器 让它自己自行深度学习 基本上是在进行大资料接龙 看来好像理解 但实际上又不是真正的理解 根据研究报告 如果要训练一个 创误率低于5%的影像识别大模型 先不要说训练的费用 但是过程所产生的碳排 就已经几乎等于 纽约一个月的碳排放量 9亿度电 2.8万吨的碳排 说的是一个大模型 说的是创误率5% 如果千千万万个大模型 正确率达到99%的话 那全世界的气候将会变成如何? 这个原因是什么? 洋人的思维方法和中国人有根本性的不同 像中医这样 中医讲求的是平衡故本培育 洋人又不是 有一個新病出來發明新藥對抗它 當發現藥對人體有抗藥性的時間 又發明另外一種藥來對抗它 總之就是周而復始永遠沒有自由 要解決AI發展的困局 毫無疑問高算力大無形是一個方法 但這個絕對不是唯一 凡是寫電腦程式的人都知道 算力的構成就是算法 高手和低手的分別就是在於 高手用兩個東西 就可以寫到程式走上來 砰砰的聲音 低手就算用上千句 所以這個程式走上來還是吉吉吉吉 這樣 五年前我想用AI去做有機農業 於是就認識了一間公司 當時他跟我說 他在做一個有理解能力的AI 直到最近碰上一個CEO 他告訴我 這間公司變化很大 我們在2023年已經獲得國家級高薪技術企業 到今年2024年 由工信部正式推薦 我們今年獲得國家級的 專精特身小巨人的認定 這是屬於我們中文AI領域的學業冠軍 幾年就變化得這麼厲害 甚麼原因 我們做到的是可以在端測這邊 不需要依賴於雲端的超高的算力和能耗 就可以做到我們自己的AI的人工智能 而且可以實現到非常好的服務 這部份是我們現時正在做的 而且只有32Mbps 整個理解的大腦核心引擎 我們就算加上課大順飛的語音代碼 總共都不超過90Mbps 所以真正可以做到 在心血級別 離線的情況之下 亦都可以實現到自由的人機交互 現在目前市面上 我們是全球唯一 洋人都未做到 你憑甚麼 用漢字 用中文 中文字是象形文字 中國人的祖先在五千年前創造文字的時候 就建立了 具有人工智能關聯邏輯的AI圖譜文字 它特有的分類、屬性、關聯、串聯的能力 令到漢字能夠自生成中文人工智能 這個就是漢字基因 分類對任何工作都是非常重要的 當我們行去入間出入市場 那些東西擺到七八糟的 只是叫你找一張豉油出來 都要你命 何況是電腦 漢字的部手 已經幫我們把萬事萬物做好分類 好像金布 它的字意都跟金屬直接有關 木字布必定跟木材有關 不單止這樣 漢字連熟性都告訴你 好像旁邊的三點水 江、湖、河 屬於常溫的 而下面四點水的字就是 好像熱、煎、熬、煎、熟 那些火就在下面煲 多數都是熱的 聯想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認知能力 它可以幫我們解決問題 發展創造力 漢字是有聯想能力的 好像一個車字一樣 前面加個氣字就變成汽車 加個火字就變成火車 加不同的字下去就變成不同的車 你在車下面加個胎字就變成車胎 總之兩個字合在一起就成為一個觀念 可以聯想成為不同的東西 厲害吧 英文又不同 汽車就是car 火車就是train 每個字都不同的 不要說不能聯想 幾十萬個字 叫你在電腦那裏抄抄這些字出來 都死了 文字是知識和文化的載體 為了方便跟別人溝通、理解 所以我們平時會把繁複的經驗用概括簡略的方法去表示 那這個就叫做概念 漢字基本上來講就是一個概念文字 將自首和自身合在一起就變成一個字 每一個字都是一個概念 藏就是一個概念 前又是一個概念 將兩個概念加起來就成為一個觀念 那再將兩個觀念加起來就成為句 藏前 明月 說明是藏前的 沒有來過月光走去藏後面的 那一定回到藏前面的 明月光 疑似地霜霜 舉頭望明月 雞頭 詩故鄉 簡簡單單二十個字 就視地人意境感情圖像 全部出來了 中文 厲害嘛 中文 看字不是只有聲音 是先篇性已經具備了智慧 所以根本就不用預訓練 不用高算力 你只要做好文字的字元 字集的編碼 令到文字可以在電腦裏面儲存 和傳遞 你就可以做到溝通 理解 這個就是中文AI 菲羅馬 它是把這個知識 把概念 把語意 就直接放在這個編碼的底層上面去 這個跟大模型是兩個不同的技術路線 菲羅馬編碼以後 它的語意是很直接的 不需要去進行那個複雜的 這個算法的處理 就能夠明白它的語意 除了語意之外 漢字還包括了遵循自然 宋相倫理 億幾和中的道德觀念 這些就是文化 要AI有正確的價值觀 取向人家安全運作 就要教識電腦 懂文化 這也是跟其他一般的編碼不同的地方 因為編碼裡面不光是有編碼 不光是有概念 而且他們把中國的文化傳承下來 也表達到我們的編碼 現在就不同了 Unicode入到電腦之後 首先會轉換成蒼蠍碼 再用概念碼 飛龍碼 進行理解性的概念處理 全部自家私人編碼 說得像你與你曲鬼返 也與我無關 三重保障 高度安全保密 全程閉幻智能運算 讓你黑了 看你如何黑 這就是中文AI的底層系統 底層系統就像 你一塊地 要蓋房子 怎樣蓋? 你首先要做好一條路 駁通水電 做好五通一平 拿齊所有證照 做好底層的基礎工程 那不就大把人來生氣 你合作起樓 小鬼頻頻頻頻賺錢嗎 電腦亦是一樣 其中一個底層系統叫OS 中文叫作業系統 如果沒有了OS 你的電腦就沒有輸入輸出的能力 廢鐵一塊 OS的網路主要是由Windows Android 和iOS三大巨頭佔領 你要用就要磅水 你要在系統上弄個Apps出來的話 就要分帳 但好景不常 隨著AI的發展 整個IT行業的生態 將會作出365度的改變 以前的OS單純作業 落後的了 以後的OS必須要具備AI的能力 可以應付不同的操作 所以擁有一個新時代的AIOS 所有的電腦生產商 和軟件開發商都要來求你 這就是為何今時今日 這麼多資本追逐 夢寐以求都要得到的一件事 紅毛OS是2021年6月2日 華為將它捐獻給國家工信部 由工信部的開放原子基金會 進行管理 到了今時2024年 國家就由國資委 紅毛生態服務公司進行推廣 將這個OS操作系統 我們叫國產化的操作系統 進行大規模的千項百頁的應用功能 我們的AI 即我們的中文AI能力 既有它懂得聽的語音識別 又有懂得理解的語意 以及可以做到一系列的理解輸出 進行密聯網 甚至一系列的人機操作 而且是理解性的操作 這些功能 全部在我們OS的底層 就已經集成了 並且融入了這個系統 這個紅毛OS 加上我們的中文AI 兩個融合在一起的代碼 就是全球第一個中文AIOS 它不單單可以幫你做到各種不同的設備 我們的穿戴設備 中控屏 PC 或者我們的手機等等一系列的設備 都可以用到同一套代碼 同一套系統 萬物互聯 中文AI能夠在今天取得一系列的成就 主要是來自一個人 其實我覺得它根本不是人 是來自一個人 是神 因為它用了五十多年 用了它一世人的青春和精力 又發明全世界第一個中文輸入法 蒼蠍開始 再根據這個基礎 研發出概念碼 飛龍馬一系列的中文AI底層技術 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 保育 中文 就是希望 中文不會在電腦紅樓底下 讓它淹沒 讓它淘汰 這個人的名字 就叫做 豬邦淑 AI人工智能的終極目標 就是要發展出一個能夠跟人交流心事 擁有人的思維 就是有理解分析和決策能力的通用機械人 通用的意思就是 萬能的 是數地洗衫 什麼東西都懂得幫你做的機械人 2023年中國的老年人口是2.9億 如果這個機械人 每個的售價是人民幣 百萬元的話 我相信至少有百分之十的人可以買到 但是這個市場的規模 已經是一個巨大相機 但是想像一下 2900萬個機械人分佈 在不同的地方 各家各湖 如果繼續是用一個 胡思聯想的大模型來運算 不需要多 一個就夠了 一個電腦黑黑來搞破壞 黑你的雲端 黑你的WiFi 這幾千萬個機器人 將會怎樣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這麼多專家 大卡 異口同聲地說 生成式AI 有巨大風險的原因 是人 早在2008年 朱邦福老師為了證實中文AI具備理解能力 已經做出了一個民生卡通 不用在他身上貼滿那些全感器進行餘訓練 只是輸入語音或者文字 3D公仔就可以在場景中自由活動 演戲、鏡頭、燈光 任你安排 只需要兩個小時 就可以做出兩分鐘動作畫面連貫的卡通視頻出來 厲害嗎? 嗯? 未算 這個技術距離民生圖出現的時間 足足了14年 能夠推動到卡通 即是同樣可以整動到機器人 配合了輕巧的熊夢佬AIOS 一個不用上網 安全 又能夠幫你做到家務 又可以有理解能力的通用機械人 很快就會誕生 絕對不是夢 來的 這架這樣的東西跟超級跑車來比 當然是沒有得組 但是 你把跑車的引擎 裝在貨櫃車裡 還要揹著四十呎櫃來走 就不同說法了 要不要在彎道超級跑車 那樣拿命搏 直路 也有得組 針沒有兩頭 任何技術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 毫無疑問 如果你要做張圖片 做個視頻 或者醫學上的圖片 用來對比 需要用數學 或者統計學 來去完成 用高算力 的確是很好的 但是 無論任何算力都好 AI的第一步 必須可以跟電腦溝通 要溝通 懂得理解 懂文化的 鴻蒙腦AIOS 他便可以做到 在朱邦福老師的領導之下 鴻蒙腦AIOS 也結合了 中、 港、 澳、 台兩岸三地的科技人員 共同努力推動 才有今天的成果 才有今天的成果 過程中 也很感謝 很多投資者 不離不棄地支持 令到中華民族的文化 可以延續 可以傳承 這就是 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 感受無限的光明 為了製作這段影片 我足足用了一年的時間 去研究 朱老師的文獻 在那裏學了很多 有關AI的知識 更加在他的著作裏 在那裏學了很多 中國的文化 和做人的常識 雖然我沒有參與 鴻蒙腦AIOS的研發 但是能夠用這段影片 去記錄這段歷史 是我人生裏面最大的光明 楊帆出海最重要是要有風 今天 東風起了 能夠被國家選定為一號總址 和華為合作 我深信 鴻蒙腦AIOS 一定會為仿佬公司 帶來跨越式的進步 賺錢是應該的 但是 希望他們無忘初心 繼續秉承朱老師的宏大理念 將中文向全球推廣 用鴻蒙腦AIOS 將知識普及 用AI來服務人類 而不是 為這個世界帶來煩惱